好吃的炸湯圓完成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超好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Albi,三寶媽咪 明天就是元夏節囉 大家準備好要吃湯圓了嗎? 今天,三寶媽咪要來做一道難度有一點點高的炸湯圓 炸湯圓呢,是在台灣板斗上面幾乎每個人都非常喜歡的一道菜 它也象徵著團圓 炸湯圓之前要記得先幫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三寶媽咪會用一些小Payboard的方式可以讓這道菜成功率更高喔 所以一起來看看吧 炸湯圓的之前呢,我們先準備湯圓 我這次買的湯圓好可愛 有紫色的,有黃色的 它紫色是用山藥做的 然後呢,黃色是用地瓜做的 然後綠色是用摩擦做的 有沒有很可愛 還有,準備太白粉 小Payboard之一呢,就是先準備太白粉 太白粉呢,可以讓湯圓的表皮變酥脆 第二個呢,就是 準備湯圓 湯圓的話,最好是現搓好的 不要冷凍過的喔 然後均勻地把它拌上去 然後齊一個油鍋 湯圓進去之後,全程都用中小火的部分去炸 然後呢,要記得攪拌一下 這樣比較不容易沾黏 準備花生粉 花生粉的話,我喜歡用無糖的花生粉 然後搭配砂糖的部分,可以自己調甜度 然後呢,把它炸好的 湯圓放進去 混合一下花生粉 均勻地攪拌攪拌 登登! 好吃的炸湯圓完成囉 有沒有很簡單 只要抹上湯白粉 油溫不要太高 不停地攪拌 這樣子,炸湯圓就可以成功地完成囉 大家元宵節快樂 好吃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讚還有分享喔 你的影片 有沒有 這 有 有 我 你